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就搞不懂 这飞机说就在上头盘着 下不来 反正奇怪的事比较多了 那耽误一下呢 又耽误两下 所以等我赶回家 根本的时间就错过去了 结果在路上就耽误了大概 七八个小时 所以那期节目就做不成了 那时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就像我拍这期节目的时候 有个朋友还提到说 你老听你说时间就是个神 时间延续发生的一些事情 在相当环境背景之下 就像时间一样 它有着背后的因素 我说像时间一样的意思 我们看不到时间 你家的手表是 人计数时间的过程 人们只能以被动的方式 透过其他的参照物 来表达自己对时间的认识 来计算自己对时间 和自己生命的认识 所以当人们顺应时间理念的时候 当人们意识到时间 本身就是生命 就是神跟我们人的生命的一部分 是完全吻合的时候 甚至他超过我们人的生命的时候 你能够感悟时间的真实 你就能体会其中的味道 三年来 发生的所有事情 都跟法轮功有关 看劲上 对不对 当他三中 2013年 当他三中全会一起来 立刻抓了周永康 政法委书记 是对法轮功跟法轮功学员 最大的迫害的根本的工具 然后过了一个月 看死李东成 不说他是公安部副部长 非说他是610办公室主任 他的第一个官嫌 非法组织 没有在国家注册过 但是他高于宪法 高于司法 第二年作为反扑 我们看到了 曾庆红在5月13号的第二天出现 5月13号 被誉为法轮大法日 那刘云山在6月10号这天 拿出香港白皮书 610香港白皮书 应对了610迫害法轮功的组织 没错吧 在7月20号 720这天 是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 选的这天 这天在八一湖园坛 弄了只蛤蟆出来 而江泽民对八一湖认为 那是他的根本 而八一湖本身 又是八一大楼存在的地方 是中央军委的地方 早在200几年的时候 在申办奥运成功的时候 江泽民带着所有人士 到八一湖 世纪坛 他不死啊 他让自己万岁 所以叫世纪坛 去欢庆申办奥运的成功 所以一个个都 无神论者 对这些东西 是摩顶崇拜 崇拜那些动物 他抱着这些动物 要求自己能够成功 所以在2013年 2014年的时候 出来的事情都跟法轮功典型的日子 直接相关 那正好应对了当时 整个江家势力的昌盛 和对习近平下了狠手 2014年是习近平倒写霉的日子 所以他一句话都不说 对吧 一句话都不说 到了2015年 到了2015年和2014年的过程中 他斩杀了这些人 包括他应对的方式 就是砍了徐才后 苏荣令计划 他去砍具体人 到了2016年 才真正像 把政治距离 政治规矩拿出来 所以我跟大家又陈述一遍 是指时间是个神 而在整个他的过程中 却应对了法轮功的事情 在时间上对应 结果就在星期一 10月24号 这一天在国内开六中全会开始 对不对 我们节目中讲了 六中全会是习近平要了断的时候 也在这天 在美国的旧金山 来自世界各地的六千多人 去开法轮功学院的心得交流会 时间是个神 他给合了一天了 而六中全会现在 里头没有任何声音 昨天有朋友还问我 说涛哥 飞机晚了吗 在机场碰着认识的人 人家认识我了 说涛哥 你这下六中全会开会了 也听不着声 也听不着你评论 我说听不着声 就是习近平 王岐山控制局面了 听着声 打起来了 这容易落 所以现在听不着声 开了第三天还没听着声 但是海外媒体开始有评论 美国之音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六中全会与习近平的宏图 专访新子林 记者问新子林先生说 六中全会开了 您对此事有什么观察 新子林明确讲 新子林是原来军事出版社的社长 官拜大笑 这是中共党内的斗争 也是习近平与江泽民为首的 两个派别之间的直接的斗争 六中全会要给一个总的解决 十九大之前必须有这个总的解决 不然十九大没法开 如果十九大江泽民还有发言权的话 再弄进三个常委 那能受得了吗 文章写的很长 新子林讲的非常直接 他称习近平为改革派 称江泽民为反对派 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 改革已死 对不对 但是现在的环境中 你会看到他一定以净化党的方式 把党重新纯净的概念 目标进行反腐 新子林这篇文章很长了 他直接提到说 在组织问题上 我相信必须有个解决 习近平的核心必须确立起来 必须都有表态 那习近平的核心起来 必须干死江泽民的核心 不能有两个 我觉得他就 那新子林的概念就是说 必须得有一个结果 他说在这个结果当中 明确讲哈 干掉江泽民 就是中国人民的胜利 他这么说 不把这些贪官搞到 不把这些大老虎 中老虎 老老虎干到 中国的事情是没办法前进的 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寸步难行 在政治体制改革中 包括六四平反 平反法轮功这些事情 这些问题江泽民不倒 你根本无法进行 老虎们横在那里 你没法通过的 所以现在这些问题 有一个总的解决 天时地利人和 条件成熟 这个会议有一个圆满的解决 会给人民一个振奋 给全党一个振奋 他还站在党的角度去讲 平反法轮功 平反六四 我跟大家解释过 共产党没资格 共产党没有资格 在现在在摆脱中共跟国家体系 如果分开的话 从国家的角度 宪政的角度 民族的角度 给这些被迫害的人 被迫害的这个公民和中华民族的儿女们 一个说法 那是有可能的 从国家的角度 否定中共 对这些人 一与国家是赔偿 这是有可能的 而不是中国共产党 给谁平反 记者六四和法轮功这些问题 那习近平确立他的核心之后 能否会得到解决 新子领奖 不是有可能 而是肯定会解决这些问题 法轮功学员 向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院 状告江泽民 积存了二十多万的案子 状子 如果是不想解决这个问题 你这不是糊弄老百姓吗 法轮功的问题肯定要解决 六四问题也要解决 习近平不会背着这个包袱往前走的 他自己比谁都清楚 我跟大家讲过 对不对 十年前反腐亡党 不反腐亡国 反腐亡了党国存在 就这么点事 你不是爱国主义吗 记者问习近平的某些做法 抓捕维权律师 打压上访人士 收紧言论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那新子领明确表示 在今天中共的体制中 有两个司令部 一个是习近平的 一个是江泽民的 六中全会前 习近平没有拿到权力 那新子领的看法 跟我的节目当中 一直跟大家描绘 他提到了这个王志文 出国突然在广州被劫 这件事情我们当时 跟大家讲过了 他说那新子领认为 王志文是在99年 对法轮功迫害是被抓的 被重判的其中的一个人 那护照给了他了 结果王志文在从北 他是北京人 再到广州出境的时候 被广州给卡了 把护照撕了 那这件事情很有趣 现在我知道的 王志文又申请护照 在北京申请护照 他受理了 所以地方是割裂的 我一直跟大家讲 习近平能管政治局 能管政治局常委 他根本管不了 省委一级的 他管不了中共军队当中 司令军长一级的 没人听他的 但是他能吓死他们 用党的名义 这是维护国家 整个社会层面 稳定的唯一的做法 美国之音的记者 紧接着就问说 难道习近平意识不到 这些事情出现 对他本人的形象和信用 是造成负面影响吗 那辛子凌的答复说 他当然知道 这也是他开六中全会 总解决的原因的一个动力 我的话 习近平不得不动 六中全会会出非常大的结果 在六中全会之后 我们会看那段时间 将出什么事情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